无论 有孤带领儿等 振兴吾族 即日起 任命红蓝为大雅 统领左师 文睿夫妇 统领幼师 其余人等 官职所侠事物不便 誓死效忠王上 孤已决定 与人族止歌停战 并颁布了新令 儿兜务必以新律 约束己身 凡君无族领地者 都需一视同仁 无论是仁族还是幽族 不得以权欺下 不得势强凌弱 为者以律处置 王上 怕是在仁族待得久了 忘了自己同为幽族了吧 对了 我倒差点忘了 王上 你本来就有一半 是仁族血脉 离侯 还请慎言 我再与王上说话 还轮不到你这堆小桃花插嘴 王上年幼 顾及旧情我能够理解 只是 一味偏袒人族而不顾幽族 难以服众吗 我支持离侯 王上不顾我们幽族 不服 离侯的意思是 姑做任何决定 都需要得到你的认可 贤王可不会颁布 如此可笑的法令 王上 你一味想以仁族议和 莫不是不敢一战 若王畏惧 不如由我领兵 定将仁族杀得片家不留 住口 来人 将离后抓起来 都退下 我王兄战死安逸 我父王与人族对战这么多年 最后只剩下一座重城 我们幽族兄弟死伤无数 难道在离侯看来 都是因为他们的畏惧 与无能吗 难道只有离侯上战场 才会有胜算吗 臣从未至于先王 与幽族降使 这些年来 为了扩大疆土 满足先王的野心 幽族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 可是一场场战争下来 我们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不得不与亲人分离 又图的是什么 最后只剩一座重城了 百姓们所求不多 无非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为什么最后 只剩下战火和杀戮 向仁族屈服 是王上求得国泰民安的方法吗 若要卑宫屈膝 臣宁可战死沙场 我与仁族已经协定签下协议 用我们幽族擅长之术 去换取他们的农耕技术 只要和谈 仁族将与我们长时间互通有无 不出十年 我相信 我们也可以不用掠夺 实现封衣足矢 难道你们不想拘有定所 难道你们不想每日安稳回家陪伴亲人 只要和谈 我们再也不用拼命厮杀 再也不用血染沙场 王上圣明 无等誓死拥护王上 誓死拥护王上 老公上 老公上 我能拼命 阿尔 老公上 老公上 我 老公上 感谢观看